其实生活中像张女士这样的人群很多,她们认为无规律出现的少量阴道出血,可能是月经失调。 还有一些绝经后妇女,她们把绝经后阴道出血当成是月经回来。 其实,这两种不正常的阴道出血,都有可能是宫颈癌的早期信号。 今天,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宫颈癌出血的一些典型特征。 宫颈癌出血还是有一些特征的,出血的可颠倒期多为接触性出血,中半期,胃部规则应该流血。 宫颈癌患者手把症状出血,往往是接触性出血,可发生在性生活后或妇科检查后,出血量可多可少。 根据病造大小,经济间质内血管情况而不同。 若经济大血管可引起大出血,年轻患者也可表现未经期延长,周期缩短,颈量增多等。 老年患者常主宿绝经后,规则应到流血,供颈癌患者还常有阴到排列增多。 可惜薄如水样或你看样,有些愁外,晚期当来组织破坏,患死。 气发感染时,还会有大量浓性或你汤凉乐臭白带海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